在过年期间家人团聚 很多人应景会在家里打个麻将来消遣 而台中则是举办了这麻将大赛 有34桌一共有136个名额 一开放就被秒杀 而这场比赛一共打三圈 分胜败部之后再来比较台数 台数最高的人就胜出了 可以看到现场有上百人同场竞技打麻将 34桌排排一字排开 不分男女年纪 男女几乎是各占一半 比起这方程之战 其实麻将搓排生四起 场面其实相当的壮观 而第一名的赢家 可以获得一台笔电 还有8000人的领寸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